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路易斯血型 介绍了路易斯抗原 介绍了路易斯抗原和ABH抗原之间的关系 分泌型和路易斯血型之间的关系 介绍了路易斯基因 介绍了路易斯血型的群体遗传学的分布情况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路易斯血型的分型 路易斯血型的分型呢 常用血清学的分型方法 也就是根据红细胞与抗血清的零级反应来分型 用路易斯A抗体来判定路易斯A抗原 用路易斯B抗体来判定路易斯B抗原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路易斯表现型的判定 由于零级反应弱和抗体特异性较差的原因 常常容易导致定型错误 一些特殊的个体 例如胎儿 新生儿 怀孕期的妇女 以及久经性一线炎 肝硬化包虫囊肿和多种癌症的患者呢 他们的红细胞路易斯表现型呢 很容易发生改变 用直接灵机实验或间接灵机实验呢 同样会产生错误的判刑 路易斯血型的分型呢 也可以用DNA的分型方法 一些常用的序列多态性分型方法呢 都可以用于路易斯血型的DNA的分型 例如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技术 这里呢 就不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血型呢 是MNS血型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被发现的红细胞血型系统 1927年 Landestiner和Levin用人的红细胞免疫加兔 首次得到了一对抗人红细胞抗体 这对抗体和红细胞的灵机情况呢 与先前发现的红细胞血型 ABO血型呢 没有关系 说明这是一个新的红细胞血型系统 Landestiner和Levin发现的这两种抗体呢 分别命名为抗M抗体和抗N抗体 相应的红细胞抗原呢 命名为M抗原和N抗原 应用这两种抗体 抗M抗体和抗N抗体 根据灵机反应呢 可以将MN血型分为三种类型 M型 N型 和MN型 1928年 Landestiner和Levin提出 M抗原和N抗原是等位基因的产物 这两种抗原的表达呢 受控于同一个基因 它们是同一基因做上 不同等位基因的产物 1931年 Wenner等人的加细调查呢 证明了他们的这个观点 1947年 另外的研究者发现了抗大S抗体 可以识别大S抗原 这个大S抗原呢 与M抗原和N抗原有关 1951年 Nevin等人发现了抗小S抗体 这个抗体呢能够测出小S抗原 1954年 Race等人的加细调查证明 MN基因座和大S小S基因座紧密连锁 因此将这个血型系统呢 命名为MNS血型系统 1953年 Wenner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U抗原 1971年 Andem等人又发现了另外一种高频抗原 后来MNS血型系统的其他的一些抗原呢 也相继被发现 到目前为止 MNS血型系统有43种抗原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血型系统 它具有众多的血型抗原 但是这个血型系统比较主要的抗原呢 还是MN抗原和大S抗原小S抗原 MN抗原的个体发生比较早 两个月的胎儿呢 就可以减出MN抗原 而大S抗原小S的抗原呢 发生比较晚 在新生儿才可以减出 MN抗原对加兔有很高的 抗原性 给加兔注射含有M抗原 或N抗原的O型人红细胞 都可以很容易的得到 抗M血型和抗N血型 另外MN抗原呢 是十分稳定的抗原 干燥20年以上的血痕 红细胞除非30分钟 或者高压120度处理30分钟 或者是反复动容呢 MN的抗原性呢 都能够很好的保持 这些特点呢 使它非常适用于法医学的应用 MNs血型抗原呢 在化学结构上属于糖蛋白 它们是红细胞膜上的 唾液酸糖蛋白 唾液酸糖蛋白又称 血型糖蛋白A 红细胞上的这个 血型糖蛋白A呢 是红细胞膜的重要构成成分 红细胞表面的血型糖蛋白 赋予了红细胞表面 丰富的唾液酸 使红细胞表面携带负电荷 可以防止血流中的红细胞与红细胞 红细胞与其他血液细胞 以及红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 联附聚集 另外这个血型糖蛋白呢 还可以和细胞骨架相互作用 帮助维持红细胞的正常的形态 血型糖蛋白呢 共有八种类型 MNS血型系统中的抗原 MN抗原的抗原决定处呢 就是由八种血型糖蛋白中的 血型糖蛋白A来携带的 M抗原和N抗原 它们具有不同的抗原特异性 它们的抗原决定处呢 有结构的差异 在寡糖部分 M抗原比N抗原多了一个 蛋乙线神经氨酸 在蛋白质部分 这个血型糖蛋白A 泰链蛋末端的氨基酸排列不同 M抗原的第一个氨基酸为 四氨酸 第五个氨基酸为 肝氨酸 而N抗原的第一个氨基酸为 量氨酸 第五个氨基酸为 骨氨酸 MN型抗原呢 还有剂量效应 所谓剂量效应 是指红细胞的被灵极性 与基因型有密切的关系 纯核子NN的被灵极性 比杂核子MN强 这种因纯核子杂核子不同 表现出的红细胞被灵极性 有强弱之分的现象呢 就称作剂量效应 MNS血型系统的 另外一对抗原 大S抗原 小S抗原的抗原决定处呢 是由八种血型糖蛋白中的 血型糖蛋白B携带的 抗原大S和小S的主要区别 在于血型糖蛋白B 钛链末端的第29位氨基酸 大S抗原为氮氨酸 小S抗原为氨氨酸 事实上 这个大S抗原和小S抗原的区别呢 不仅仅在于第29位氨基酸的不同 曾有研究者做了一项研究 他根据第29位氨基酸的不同呢 人工合成了两段多态 一段多态呢 具有大S抗原特异性 一段多态呢 具有小S抗原特异性 他发现 具有大S抗原特异性的多态呢 不能很好的抑制大S抗体 具有小S抗原特异性的多态呢 不能很好的抑制小S抗体 这就说明 抗原大S和小S之间差别呢 不仅仅在于第29位氨基酸的不同 有研究表明 有研究表明第34位35位氨基酸的不同 以及第25位酸酸是否糖基化呢 都和大S抗原小S抗原的活性有关 携带大S抗原小S抗原抗原决定处的 血型糖蛋白B呢 也有N抗原性 在红细胞的零基反应中 抗N零基素不仅可以被含有N抗原的N型和MN型红细胞吸收 而且可以被不含有N抗原的M型红细胞吸收 MM纯核型红细胞的血型糖蛋白B显示出了一定的N抗原性 这是由于携带大S抗原小S抗原决定处的这个血型糖蛋白B 它蛋末端前26个氨基酸残积 与具有N活性的血型糖蛋白A的蛋末端前26个氨基酸残积呢 完全一致 这就使得血型糖蛋白B呢 也有了N抗原性 MNS血型系统的MN抗原和大S抗原小S抗原的抗原决定处呢 是由血型糖蛋白A和血型糖蛋白B携带的 编码血型糖蛋白A和血型糖蛋白B的基因呢 定位于4号染色体长臂的二驱八代到三驱一代 它们是紧密连锁的基因复合体 分别含有7个和5个外线子 在编码血型糖蛋白A的基因座上 具有两个不同的等位基因M和N 它们之间是共显性的关系 它们是共显性等位基因 编码血型糖蛋白B的基因座上 也具有两个不同的等位基因 大S小S 它们之间也是共显性的关系 编码血型糖蛋白A的基因 和编码血型糖蛋白B的基因紧密连锁 它们以单背形的形式进行遗传 这两个基因座上的两对等位基因呢 形成了4种单背形 M大S M小S N大S N小S 这4种单背形呢 可以构成10种基因形 这是MNS血型系统的4种单背形 在不同群体中的频率分布情况 这些群体呢 包括中国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群体 包括日本人 南非黑人 美国白人 意大利人 伊朗人和墨西哥人 大家可以看到 在亚洲人群 包括中国汉族和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 包括日本人 频率较高的两种单背形是 M小S和N小S 而另外两种单背形的频率 M大S N大S频率呢 都相当的低 在南非黑人 它的频率呢 也是以单背形M小S和N小S的频率呢 更高 但是M大S频率呢 明显增高 达到了0.14 在美国白人 频率最高的单背形是 M小S 另外两种单背形 M大S和N小S频率呢 大致相当 在意大利人 四种单背形的频率呢 都相当 都在0.3左右 而伊朗人和墨西哥人呢 是以单背形M大S和M小S的频率最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MNS血型系统的群体遗传学分布呢 在不同的群体 是有差别的 MNS血型系统的分型呢 常用血清学的分型方法 用这个红细胞与抗血清的 零级反应来分型 但是由于类N特异性的问题 对MN分型呢 应事先标划反应时间 抗大S抗体和抗小S抗体呢 都是不完全抗体 常常需要运用 间接抗球蛋白实验来进行检测 在血清学的分型中呢 用四种抗血清 抗M抗体 抗N抗体 抗大S抗体和抗小S抗体呢 来分别检测四种相应的抗原 M抗原 N抗原 大S抗原和小S抗原 根据这个检测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个体具有什么样的抗原 从而确定个体的表情 例如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一份样本 抗M抗体和抗大S抗体检测为阳性 抗N抗体和抗小S抗体检测为阴性 那么就说明 这个个体呢 具有抗原M和大S 个体的表情是M大S 由于编码血型糖蛋白A 和编码血型糖蛋白B的基因座上 具有两对共显性的等位基因 所以抗原和等位基因之间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根据个体所具有的这个抗原呢 我们就可以推知 个体在基因形中 所具有的等位基因 另外由于这两个基因座紧密连锁 以单背型的形式进行遗传 这个血型系统呢 具有四种单背型 所以根据由个体所具有的抗原 所推知的个体所具有的等位基因 再根据这个血型系统 所具有的这四种单背型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个体的基因型 例如这个表情为M大S的个体 它具有抗原 M大S 那么在它的基因形中 一定具有两种等位基因 M大S 在四种单背型中 只有M大S 这种单背型所构成的基因形 M大S M大S 才会使个体具有表情 M大S 又如一份样本 判断出这个个体的基因形呢 所具有的相应的一种基因形 只有表情为M大S 大S小S的个体 它有两种可能的基因形 M大S N小S和M小S 新生死产儿母亲体内发现了一种新的红细胞抗体 这位母亲在分别了一个死产儿以后 刺激母亲体内产生了相应的抗体 抗体进入胎儿的血液循环 与胎儿红细胞上的这种抗原结合 导致了胎儿的溶血和死亡 而这个妇女在输入了含有这种抗原的 她丈夫的血液以后呢 也同样出现了这个溶血反应 Levin和Stayson 在这个新生死产儿母亲体内发现了这种抗体呢 与104例O型人做灵机反应 有80人发生这个灵机反应 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例RH抗体 1940年 南德斯丁尼和温尼用恒河猴的红细胞 免疫加吐与臀属 产生了一种抗体 抗血清晶吸收和稀释以后 能够和恒河猴及美国纽约 85%白人的红细胞发生反应 与15%白人的红细胞不发生反应 由于这类抗原呢 存在于所有恒河猴的红细胞上 所以根据这个免疫动物 恒河猴的名称呢 将这个抗原命名为RH抗原 免疫抗体命名为抗RH抗体 1942年 菲斯克和这个Ford发现 用人的RH抗体测出的RH阳性和RH阴性胎儿红细胞 与免疫动物血中的RH抗体 均发生灵机反应 这就说明免疫动物所得到的RH抗体 与人血中的RH抗体识别的抗原并不相同 内文灯人建议 将免疫动物血中的RH抗体改名为抗LW抗体 以纪念发现了免疫动物血中RH抗体的科学家 Lander Steiner和Winner 1943年 RG血型已经发现了三种RG抗血清 能够确定六种RG等位基因 1944年 Race等人用四种RG抗血清 抗大C 抗小C 抗D 抗大E 测出了四种RG抗原 大C 小C D和大E 其中大C小C是一对对立的抗原 1945年 Morrit发现了抗小E抗体 认定大E小E是另一对对立抗原 后来RG血型系统的另外的一些抗原 也陆续的被发现 迄今为止 共发现了51种RG抗原 所以这也是一个 含有众多抗原的 比较复杂的一个红细胞血型系统 但是到目前为止 并未发现抗小D抗体和小D抗原 RG血型系统的抗原 RG抗原呢 以RG抗原蛋白家族的形式存在 RG抗原蛋白家族 是指红细胞膜上 与RG血型有关的蛋白 它们是由两个RG相关蛋白 和两个RG蛋白分子构成的四具体 分子量约为170个KD RG抗原蛋白家族中的 RG蛋白和RG相关蛋白呢 其氨基酸序列有40%的同源性 RG蛋白和RG相关蛋白呢 都是跨膜蛋白 大家看到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图上呢 是红细胞膜上的两种RG蛋白 RGD蛋白和RGCE蛋白 RG相关蛋白和这个RGD蛋白 RGCE蛋白一样 都是含有12个跨膜区的多态 它们的蛋默端和碳膜端呢 都位于细胞质 6个清水性的多态环 位于细胞外 RG蛋白的位于细胞外的 这个清水性多态环呢 是RG血型系统的多态性基础 RG抗原蛋白家族中的 两个RG蛋白分子量 都是30个KD 所以它们又被称为这个RG30 其中RGD蛋白呢 表达低抗原 RGCE蛋白呢 同时表达CE两种抗原 这两种RG蛋白 它们蛋端41个氨基酸完全相同 它们之间有30到35个氨基酸不同 它们具有不同的抗原表位 是两种不同的抗原 RG抗原蛋白家族中的RG相关蛋白呢 分子量为50个KD 又被称为RG50 RG相关蛋白呢 与RG抗原性没有关系 RG抗原基因位于一号染色体 短壁的三区四代到三区六代 它包括了两个紧密连锁的基因座 RGD、RGCE RGD基因位于卓斯利一侧 RGCE基因位于端利一侧 它们之间间隔3万个BP RGD基因和RGCE基因具有高度的同源性 总长都是69个KB 都含有10个外显子 都编码产生一条417个氨基酸的多态 这张图给大家展示的就是RG抗原基因的结构 RG抗原基因呢 包括了两个紧密连锁的基因座 RGD基因和RGCE基因 它们之间呢 紧密连锁间隔仅3万个BP 并且这两个基因高度同源 都含有69个KB 都有10个外显子 都编码产生一条417个氨基酸的多态 这是RG抗原基因 关于RGCE基因的遗传呢 先前有这个学者提出 具有三个紧密连锁的基因座 还有的学者呢 认为存在一个基因座 但这个基因座呢 具有多个等位基因 1986年Tippet提出了 RG血型的双结构基因的模型 这个模型的内容包括 RG血型抗原有两个基因编码 RGD基因和RGCE基因 RGD基因编码D抗原 RGCE基因呢 编码CE两种抗原 RGD阳性的人有RGD基因和RGCE基因 RGD阳性的人大部分只有RGCE基因 而没有RGD基因 小部分的RGD阳性的人 有无功能的RGD基因 RGD基因和RGCE基因 都含有10个外线字和10个类含字 RGD基因没有等位基因 既然没有小D基因 也必然没有小D抗原和小D抗体 这是Tippet的双结构基因模型的内容 在RG血型的这个双结构基因中 RGD基因编码D抗原 我们通常所说的RG阳性和RG阴性 是根据个体是否表达D抗原来区分的 所以RG阳性的个体 它RGD基因和RGCE基因均表达 而RG阴性的个体呢 一般只有RGCE基因表达 在不同的群体 RG阳性的频率都很高 在欧洲与北美白人 RG阳性的频率为82%到88% 在非洲黑人 RG阳性的频率为95% 在亚洲人与美国土著人 RG阳性的频率为99% 在我国初级个少数民族地区以外 RG阳性率都在99%以上 远东的某些群体 RG阳性的频率甚至达到了100% 所以在不同的群体 RG阳性的频率呢 都很高 RG阳性的个体具有这个D抗原 它的RGD基因表达 而RG阴性的个体 这个RGD基因不表达呢 却具有不同的遗传背景 白种人的这个RG阳性个体 它的这个RGD基因不表达呢 是因为它缺乏这个RGD基因 黄种人的RG阳性个体呢 30%的人居有RGD基因 但是它的这个RGD基因呢 没有功能 非洲黑人中的RG阳性个体呢 它的这个RGD基因 第三类含子和第四外弦子交界处 插入了37个碱基 第五和第六外弦子呢 分别出现了一处 错译突变和无翼突变 导致它的这个RGD基因呢 也不能编码产生低抗原 RGCE基因编码产生 CE两种抗原 而大C抗原 小C抗原的多态性呢 是由于RGCE基因第一外弦子和第二外弦子 发生了六个碱基替代 从而使四个氨基酸发生改变 产生了两种不同的C抗原 大C抗原和小C抗原 而大一抗原 小一抗原的多态性呢 与RGCE基因第五外弦子上 一个碱基替代有关 这个碱基替代就使得 位于第四细胞外 多态环上一个氨基酸发生改变 从而表现为 大一抗原的特异性 和小一抗原的特异性 RG抗原呢 还具有一些变异体 比如这个DU抗原 DU抗原是指 只能和IgG抗低抗体反应 并用抗球蛋白实验减出 不能与IgM抗低抗体 发生零级的 低阳性个体的低抗原 DU个体本身 可以产生抗低抗体 又可以诱发低阴性的个体 产生抗低抗体 因此在书写学上很有意义 在法医学上 由于这个DU抗原呢 只能和IgG抗低抗体反应 不能和IgM抗低抗体反应 所以容易引起低阴性的误判 RG抗原还有一些复合抗原 在小CD大E小E的个体中 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抗体 它只和基因型为 D大C大E D小C小E的细胞反应 与D小C大E D小C小E的细胞不反应 推测这种抗体呢 为这个小C小E小E抗体 相应的抗原呢 为小C小E的复合抗原 CE复合抗原的发现呢 就进一步的证实 这个CE抗原呢 是同一基因的产物 RG抗原 具有四种复合抗原 除了前面提到的 这个小C小E复合抗原以外 另外还有大C小E 大C大E 小C大E三种 复合抗原的存在呢 是我们可以利用 抗复合抗原的抗体 来检测RG血型 复合抗体呢 只能与具有相对应 复合抗原的红细胞 发生反应 RG复合抗体 多为免疫抗体 多是由于输入了 不相容的血液 或者是怀孕了 血型不合的胎儿产生 只有少数的 这个复合抗体 是天然抗体 RG血型还存在一些 RG缺失型 例如有的个体红细胞上 没有C1抗原 既没有大C抗原 也没有小C抗原 既没有大E抗原 也没有小E抗原 它只有D抗原 这种个体呢 它的RGCE基因不表达 只有RGD基因表达 还有的RG抗原缺失型 个体呢 它的这个红细胞表面 不存在任何的RG抗原 既没有C1抗原 也没有D抗原 这种RG缺失型呢 被称为RG乳形 这种RG乳形的产生 有不同的遗传背景 有的这个RG路形呢 属于这个调节型RG路形 个体具有正常的RG结构基因 但是由于其基因被抑制 而不能编码产生RG抗原 这种个体呢 它可以遗传正常的RG基因 给它的子女 如果子女从它的另外一个倾代 遗传了正常的调节基因 那么子女的这个RG结构基因呢 就可以编码产生RG抗原 从而导致青带和子带之间 RG血型的不合 在亲子鉴定中呢 容易造成父权的误判 还有的这个RG路形呢 是沉没或无效RG基因的纯核子 由于RGC1中 单减辑缺失或拼接突变 引起了这个中植密码 提前产生或者异常转路 同时个体呢 没有RG低基因 这是两种不同遗传背景的 这个RG路形 前面给大家介绍了RG抗原 RG抗原基因和RG抗原的一些变异体 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RG血型的命名 RG血型的命名呢 先号称出现过四种命名法 这里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两种 一种是比较经典的Facial race命名法 一种是国际输血协会提出的这个数字命名法 1944年 RG用四种抗血清 抗大C抗小C 抗D和抗大E 检测出了四种抗原 大C小C D和大E 其中大C小C是一对对立的抗原 Facial就根据RG的这个发现 假设在人类的染色体上有三个紧密连锁的基因座 分别称为D、C、E 而每一个基因座呢 有一对等位基因 分别称为大D、小D、大C、小C、大E、小E 分别决定了五种抗原 D、大C、小C、大E、小E 这三对等位基因 在这三个紧密连锁的基因座上 所存在的三对等位基因 以不同的方式组成了八种单背形 以下列出的呢 就是这八种单背形的名称 这是Facial race命名法 这种Facial race命名法呢 简单实用容易掌握 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呢 对被研究人员的广泛应用 虽然目前已经在理论上 否定了Facial这个假设 但是由于这种命名法呢 应用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目前呢 仍然有一些资料呢 应用的是这种Facial race命名法 红细胞血型的这个传统命名法呢 非常的混乱 国际输血协会提出一种数字命名法 希望能够统一红细胞血型的命名 在这个国际输血协会提出的这个数字命名法中 R血型的序列为4 符号为RH 数字表示为004 这个血型系统中的这个五种抗原 第一 大C 大E 小C小E呢 分别称为RH1 RH2 RH3和RH4 RH5 数字表示为004 001 004 002 004 003 004 004 和004 005 RH血型系统呢 迄今共发现了51种抗原 编号从RH1到RH51 这是国际输血协会提出的这个数字命名法 下面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RH血型的这个群体遗传学的分布情况 这是书上给大家列出的一个表 这个表中呢是八种常见的RH基因复合体在不同群体中的这个频率分布情况 这些群体呢包括中国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群体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群体中呢频率最高的是单背形大C低小E 排第二位的是小C低大E 而这个后面的这个RH单背形频率的排位呢在不同的群体就不相同了 总的来说这个RH血型的这个群体遗传学分布在同一人种的不同人群呢差异比较小 但是在不同人种的不同人群呢这个它的分布呢差异就比较显著 RH血型的分形呢也常用血清学的分形方法根据红细胞与抗血清的零级反应来分形 应用五种抗血清抗大C抗小C抗D抗大E小E来检测相应的五种抗原大C小C低和大E小E 可以知道个体具有什么样的这个RH抗原从而确定个体的这个表形 这是RH血型前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了五种主要的红细胞血型系统 ABO血型系统分泌型LUIS血型MNS血型和RH血型 红细胞血型系统呢不仅仅只有这五种它多达29种之多 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再介绍几种红细胞血型系统 增加大家对这个红细胞血型系统的了解 1927年当Nanda Stainer 11用人类的红细胞免疫加兔发现抗M抗体和抗N抗体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能够和人类红细胞另一种抗原发生反应的免疫血清 于是将这种新抗原呢命名为P抗原 免疫血清的抗体呢命名为抗P抗体从而发现了这个P血型 1951年Levin等人发现了一种高频抗原 后来将这种抗原呢命名为P抗原 将原来的P抗原抗P抗体呢命名为P1抗原和抗P1抗体 1959年另外的科学家呢又发现了另外一种新的P血型系统抗原 命名为PK抗原 后来又发现了另一种高频抗原LK1抗原 国际输血协会将这四种先后发现的抗原呢 分为P血型系统和血型集合 所以现在的这个P血型系统呢只有一种抗原P抗原 在国际输血协会提出的数字命名法中 P血型系统的命名为003 P抗原呢命名为003 001 应用抗P血型可以对这个P抗原进行检测 根据个体是否有P抗原呢 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表型 P1型和P2型 其中P1型具有抗原P1 P2型呢没有P抗原 这个控制P抗原表达的这个基因 它具有两个不同的等位基因P1和P2 这两个等位基因之间呢 是显性和隐性的关系 这两个不同的等位基因呢 可以形成三种不同的基因型 由于P1和P2是显性和隐性的关系 所以这个基因型P1P1的纯核子 和P1P2的杂核子呢 它们具有共同的表型P1型 个体的红细胞上呢 都有P1抗原 而P2P2的这种纯核子个体 它们的这个红细胞上 没有P1抗原表型为P2型 这是P血型系统 下面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 搭配血型 搭配血型系统呢 主要含有两种抗原 FYA和FYB 搭配基因位于1号染色体上 由单一外线子构成 其编码区呢 有1267个碱基构成 在这个基因座上 有三个不同的等位基因 FYA FYB和FY 其中FYA和FYB呢 是一对共显性等位基因 FY是隐性基因 两个共显性等位基因 FYA和FYB的差异 在于第44位密码子中 有一个单一简积的不同 在FYB 这个简积位置所具有简积是A 在FYA 这个简积位置所具有简积是G 所以FYB的第44位密码子为GAT 编码天东氨酸 FYA的第44位密码子是GGT编码肝酸 FY是沉默基因 代表一种既不产生FYA抗原 也不产生FYB抗原的基因 这个沉默基因FY 它具有不同的遗传背景 白种人中的这个FY基因 是由于Duffy基因出现了14个简积的缺失 而导致阅读框的一位 提前形成了中植密码 黑人的FY基因的序列和FYB相同 但是由于五侧启动子类的单一简积突变 一个胸腺密定和包密定之间的简积替换 使得红细胞的Duffy基因转入特异性失活 以至FYFY基因型 这个没有Duffy抗原的产生 Duffy基因上的这三个不同的等位基因 FYA FYB和FY可以形成六种不同的基因型 由于FYA FYB是显性基因 而FY是隐性基因 所以这六种基因可以确定四种表性 FYA FYA的纯核子个体和FYA FYA的杂核子个体 它们具有相同的表性 红细胞上都有FYA抗原 用FYA抗体检测为阳性 FYB检测为阴性 而基因型为FYA FYB的个体 它的红细胞上FYA抗原和FYB抗原都有 FYA抗体和FYB抗体检测都是阳性结果 基因型为FYB FYB的纯核子个体 和FYB FY的杂核子个体 它们的红细胞上只有FYB抗原 抗FYB检测为阳性 抗FYA检测为阴性 这个隐性基因的纯核子个体 它的红细胞上既没有FYA抗原 也没有FYB抗原 抗FYA抗体和抗FYB抗体检测都是阴性结果 这是Duffin血型 最后简单给大家介绍一种 比较特殊的XG血型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 这个血型系统的抗原 它的分布具有性别差异 XG血型抗原 在女性中的频率明显高于男性 这是一种半性遗传的红细胞血型系统 这个血型系统含有一种抗原 就是XGA 用相应的抗血型 抗SGA血型 可以将人群分为两种表型 XGA加和XGA减 XG基因 位于X染色体上 它有两个等位基因 XGA和XG 其中XGA为显性基因 XG为隐性基因 XG血型的遗传 和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遗传规律相同 如果父亲为XGA加型 那么他女儿一定是XA加型 母亲为XGA减型 那他的儿子一定为XGA减型 虽然这个XG型的表型频率分布 具有性别差异 但是它的基因频率分布 在男女两性中是相同的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红细胞血型系统 XG血型 关于这个红细胞血型的内容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里 谢谢大家